大家好,因為上一場議程 因為上一場的題目有跌了15分鐘 所以我們這一場LibreOffice 也會跌了15分鐘,會到3點45分 那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個CostCup 我們這一櫃是NOW OPM的社群議程 那今天這個我們請當講師陳柏安 他是政大公共情侵器的研究生 那他在受辦的時候就研究開源 開源在政府單位使用的議題 然後他想要運用他在他的本科的專長間 成為那個資訊連結資訊開發者 與政府使用者之間的橋樓 他今天題目為大家帶來的題目是 探索性的碳空物館LibreOffice的滿意度調查 所以讓我們把時間交給洪博講師 我看到很多的挑釁 剛剛我去上廁所的時候 剛剛門口多了十幾個 我就有點無段差這樣子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就不要客氣 就直接打斷我問我 這樣子 我也希望大家多捧場一下 就是多交流一下這樣子 那我大概講一下我當時的想法說 為什麼會想做這個題目 就是說我們大家知道LibreOffice已經 從那個國發會到2014年2015年 開始去推這個ODF的格式 可是到我那個時候做這個 2018年的時候 我就有點困惑說 那推了那麼久 那到底結果怎麼樣 就是大家到底 尤其是公務人員 因為大家對公務人員的接觸 包括我們自己系內 學生自己接觸也有甚多 然後我就一直很好奇說 推也推不動啊 對啊 其實推不動一直是我們的困境 那其實更難以其實說 你問了他們 你也大概怕說幹話連天這樣子 大家其實 這也是公務部門其實 還滿明顯的一個現狀 那可是不管是幹話還是好話 到底幹話是幹得怎麼樣 其實也從來沒有人講得清楚 那所以 剛好我自己課上一句 要去學習報告或什麼 我就後來決定 趕快要被盪了 所以就來寫這個 因為你再寫不出題目 你就是快被盪了 這樣子 就有點 我們就來做這樣的一個題目 那很多微彎曲折 那可是我時間關係 我只能講一些比較重要的部分 那所以 這就連結到 那其實從 從這個公共行政 公共行政我們 有一點蠻可惜的問題 就是說 我覺得學術界那一塊 他沒有搞很清楚說 公共行政 難道只是追著IT跑嗎 我這樣比方說 我們學校自己 有那種電子治理研究中心 可是我就覺得他們研討會 每次報告的東西 都是跟我們講說 什麼資訊什麼應用啊 那可是我就覺得有點 就是有點酸他們 就是說 難道公共行政 這個領域可要被IT吃下來嗎 然後我們就是IT的附庸國嗎 這當然是我說 以學術本位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的話 我會覺得說 公共行政到底政府 今天資訊話 特別像隱私權啊 這些問題 比如說最近FBI發生這樣什麼 劍橋分析那個事件之類的 政府到底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我覺得公共行政 還不是非常的熱烈去攀爬這樣的議題 就是我們定位到底是什麼 是保護公共利益 還是說 我們只是要成為一種 為資訊服務的一個 為資訊部門IT人 服務的一個學科 這一點我是覺得可以去加油啦 但話不要講得太死這樣子 那從行政管理的角度 回到ODF的問題 就是也是給開源社群一個觀察 雖然知道不太逃時的觀察 就是說 你寫code的技術很好 開源理念我們也都認同 可是呢 對於 可是最後 這個ODF政策成功的 成功的關鍵 因為其實很大程度不是開源者 我們開源社群的努力 單靠我們的努力就可以完成 因為為什麼 你公務人員如果不配合 或者你以後開公司 你底下員工 他也要繼續投用Microsoft Office 或其他NPS或什麼的 那你這個 也還是 就我在備忘稿裡面講 就是說你政策還是會失敗 然後最後 這樣如果是政府的話 你背鍋的最後還是國發會 因為到時候 國發會 又要跟政府 民意代表交商的時候 你這 你這業績不夠啊 這樣子 所以 我從這個故事 我覺得說 為什麼最近像行銷 我們這邊 政策領域這邊 政策行銷變得很熱門 因為你東西好沒用 你行銷做得夠好 才是一個重點 那我大概 整個研究的出發點 會是這樣子 那所以回到我們問題 推動情況到底怎麼樣 是幹話你一天還是什麼 那使用者觀感到是什麼 那我就覺得說 那既然這樣 最乾脆的辦法就是 發一個問卷 把問卷說回來 不管結果怎麼樣 讓我們看嘛 看再說 這樣子 那這些大概 其實因為時間很趕 我那個收縮的時候 壓力很大時間趕 所以其實很大程度還是沿用 很多碩博士認為 就已經用過的東西 所以我也先跟大家坦承 這只是在時間 給他會的研究 也不是很創新的東西 那甚至我做的時候 也是有點太理想 就是說希望可以 練出一下圖上 這麼複雜的架構 可是最後發現沒辦法 因為他的 學校主機辦法太複雜 我根本就沒有能力 去做到這樣的事情 但是 我們還是可以 就是 練出說 至少這麼多題目 他要代表哪些我覺得 比較重要的事情 叫說 軟體好不好學 我們的資源給不給力 或者是說 像 大家最詬病的 其實就是 穩健互通性的問題 這些我們到底有沒有照顧好 然後甚至影響說 使用者最後 他願不願意用 甚至最後 他會不會就是 真的就是我剛剛講 他偷偷的在底下 繼續灌Microsoft Earth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因為他會偷灌啊 就是你想到設法 不要他不要灌 他就是會繼續偷灌 這樣子 那 我就請 後來很幸運 請到那個 Franklin 就是 可是谷主今天 他跟夏林 他不願意上來 就請他 我們就討論說 那到底 其實那個時候 真的就是連 你說他發文件 可是誰用ODF 誰沒用ODF 其實我們自己公共行政的機關 自己還搞不清楚 所以這個部分 就真的是 很感謝Franklin 幫我很大的碼 幫我找說 哪些機關可以發 那 之類的 那可是因為學術倫理 我不能告訴你說 我發給了誰 但可以告訴你是一個 非肉度的地方機關 那這樣也突顯說 為什麼ODF政策 現在比較成功的 好像都不是 好像聽說台南是有 比較成功一點 可是大部分的成功案例 都不是最關鍵的有毒或中央 全部都在一些很明散的地方單位 這也是我們可以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 我得到這個問卷的回溯動 多數為基層文官 那以檢任和 不是 檢任 委任和檢任 就是 大概最基層的那兩個 那年紀多落 在三十歲到五十歲 那 中高度雅賴電腦工作 他每天大概 至少六個小時 到九個小時的電腦 那這樣回溯回來 看起來還算合理 就是說 也許不是回溯很好 但至少合理 那 那我其實也是 就是 我請問了很多很細的題目 比方說 他用了什麼 他作業系統是什麼 那這些其實都是很好的 我覺得如果是把整個溫泉攤開來的話 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些更細緻的分析 可是我沒有太多時間去做這樣的事 就是電腦 抱歉 那 大家最關心的 那 填拉結果怎麼樣 幹話沒有我想的那麼多 還可以啦 就是說 大部分還是在一個很 很中立的表達 那幹話呢 那幹話的部分呢 雖然有點多 但 索細 沒有大家想的這麼多 那 positive 就很明顯少了很多 這樣子 那我就來採解說 到底為了哪些題目 那 第一個 他說 我覺得 LibreOffice跟 微軟Office使用方式的差異太大 很明顯 幹話的部分 還是零 就是 軟業 還要再多一點 那這個也很符合我們的預期 那 第二個說 我需要花很多時間 才能熟悉LibreOffice的功能 那這個我想 這個差距又比剛剛的 再更懸殊一點 那 剛剛你看到這個 跟常在分配其實還有一個意義是說 Nutral的算很多 可是幹話也不少 這樣有一個意義是說 他們至少不是隨便 就是亂填個 中間 然後就一條線直接填過去 他至少是經過大腦思考之後 他沒有亂點 填這樣子 因為我那個問題還真的 真的還蠻多的 提相蠻多這樣子 那第三個問題 也一如一期 把答案成在開 ODF之後 我沒辦法跟其他人配合 那我想就是很大的障礙 這個 雖然我們知道很大的錯 其實實在 是在專有格式的一些問題 可是 我們最後還是得自己想辦法解決 你不能期望微軟他去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你知道 基本上做不到 那第 那這個問題也是 稍微的沒有那麼懸殊 可是還是稍 就是說 我認為Libre Office 可以滿足我在工作上的需要 那至少看起來還可以啦 可是 Its agree的部分還是多一點 那包括我自己要寫論文 那Libre Office 能不能勝任我所有在論文上 需要的排版工作 我還在測試 可是 也真的不敢馬上給你答案 那 再來就是說 那這個也 差距就是 也是不太好 就是說 大家還是覺得 用起來不快樂 能用起來不快樂 這件事好像 其實也不是Libre Office 的同病 我覺得 維繞Office 大家用起來為民 很快樂 這樣 對啊 其實還是有啊 所以我猜 所以我猜 我被忘了這件事 就是說 沒錯 大概都很同意 Libre Office很難用 你看 Its agree還比應酬還多了很多 這樣子 可是呢 又馬上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跟商業軟體裡 難道Libre Office 真的難用到極點嗎 還說其實大家就是 其實主觀上 覺得微軟Office很難用 或是打PS 或什麼的 不要只講微軟 這樣對微軟不公平 而且還在下 對不對 這個更難用 但是因為這不是我研究的問題 所以我就沒有再去細舊 這樣子 那 結果 那 這個部分 其實我等一下會秀一個爆表 但是你會發現說 總體來說 大家的 不願意的程度 還是稍微高了一點 那包括說 他自己願意用 或是去推給人家用 其實大家 就是你自己不願意用的話 那你大概也不會想推給人用 那這一點大家失望 就是說 最後其實大家還是 如果有微軟Office的話 大家還是有微軟Office 他不會 其實Libre Office還是很識別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有一部分是Libre Office自己的困境 那有一部分是因為我們沒有真的好好去打造一個 適合Libre Office生存的空間 不管你是說 不管你是說 用政策工具也好 還是 還是 因為 因為推成功的其實單位太少 它的擴散的狀況其實是非常有限的 那 最後 那這邊還有一個 我剛剛其實頭跳過去的就是說 那我們資源可以立馬 其實看起來還好 可是我可以給大家一個 一個小問題 幾個小問題去思考 是說 第一個 大家其實遇到問題 第一步是什麼 他先去找旁邊的人 那這很合理 那第二個是說 他就去網路上Google一下 或也許說 去搜尋一下 說到底這個案例要怎麼處理 可是Libre Office也有一個狀況 我不知道他算不算一個常態 就是說 我們卻去 常要去想的是說 他的documentation 就是說明的部分 做得夠不夠好 可是他們根本不看說明書啊 所以我在我的標題就是說 有時候工程師會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 就是罵使用者說 去read the manual 就是說 去念完說明書再回來 再出來問我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可是這不如何一般使用者的習慣 這是第一個 我們可以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思考的問題 就是昨天我跟Franklin 在討論的時候 他跟我們講的 就是說 使用者遇到軟體crash 就是Libre Office 常常當機 在Windows 用的大概都知道 那可是 回報人有多少 請問有多少 我們要按回報 或者主動去跟Numberzilla 或之類的回報的 請舉手一下 會主動去回報問題的 其實憑良心講都沒有對不對 大概都沒有 那沒有回報的 主動承認一下 沒有回報的舉手一下 那不回報的原因是什麼 那個 誰願意講一下不回報的原因是什麼 那這樣工作很累 這是一個原因 OK 還有嗎 可是上課不舉手的原因差不多 回報問題 回報問題 放掉 回報問題也不止 沒錯 這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也 就算我遇到問題 其實我也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告訴你 我遇到什麼問題 對不對 來 沒中文 沒中文 對 語言障礙的確是一個大問題 甚至 台灣濕落 那我大概也講一下 第一種情況 我歸納出來的第一種情況 就是你講的 就是說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報 會語言障礙 或我覺得好累喔 或者是說 我就是希望趕快解決問題 不要再跟我回報 就是申請回報 還要還要花五天時間 我現在就已經有工作要做了 你還跟我浪費時間搞這種事情 那是第一種心態 那我看到另外一種心態 也是比較嚴重 就是說 反正我回報了 你也不會幫我修對不對 我去阿爾巴尼亞開會之前 我跟一個朋友就在聊 那反正他的心態就是說 你去開那個會沒用啦 你跟開發者講 他會幫你修嗎 不會嘛 根本是不會 那你這樣你還回報幹嘛 你就乖乖用微擾Office 就好 你還用微擾Office幹嘛 他的心態的確是這樣子 我想在座的多數人 大概同意這句話 就算你心理上都同意 可是實際上 大概很多是這樣子 可是我給大家看這個圖片 什麼意思 你有回報 開發者會注意到 這樣你看Franklin 至少Franklin他一定會注意到 對啊 我沒有 然後這個 這個三一是一個 如果你在立國安復主 圈子會比較熟的 他是一個日本人 就是說 其實你回報問題 哪怕你回報的差 其實他們還是會看 他們還是會注意到 那甚至 甚至在後台你會看到說 他們底下一大群的討論 常在討論各種問題 我只是截入其中一段 那只是 就是要培養給使用者一個 我覺得也是政策請教一個 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在政府部門 也是遇到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 民眾不想跟政府講話 為什麼 他不相信政府會解決他的問題 那他寧可去找明代 他寧可去找之類的 或甚至 就是最常找的就是明代 可是他不相信說 我用正常的管道去跟公務 比方說民政局啊之類的溝通 他不覺得會 很多人他不覺得說 會解決問題 那叫我找明代最快 那這也是政治 我們在自己本科學 這些時候 常遇到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狀況 我覺得很值得 我們社群去省思 說 怎麼讓民眾覺得說 他信任旅行辦公室 的一個關鍵 那我就 這個因為 其實嚴格來說 這些分析 並不是一個很精確 因為他第一個 樣本數不夠 他做這樣的統計 多變化統計的人來說 是很有問題的 那可是 也沒辦法 因為你樣本已經收回來了 那 我還是很勉強的 跑了一下 那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的訓練 至少看 從這個統計出去 看起來是說呢 我訓練 我們現在做了 國教練訓練的事情 看起來對減緩使用者 這樣一個學習時間的歷程 至少 看起來是 有幫助的 可是這邊有 人們跟我們號是說什麼 Granberry他 他很堅持說 他去 他要做一個請前的說明會 就是訓練之前 告訴你說為什麼 我們要開ODF 他是一個說明會的性質 有沒有幫助 他統計不是很顯著 而且甚至 我們估計還是打一個問號 可是這邊 看到的是說 他的係數是正的 這代表說 好像有時候會有反效果 那可是會不會有反效果 這件事 我覺得很難用統計 就看得出來 這個部分 我覺得可以留給大家一個底 那第二個狀況是說呢 我覺得 LibreOffice很難用 這是他的中文的翻譯 因為我是直接把 我去年在歐洲的母片拿來改這樣子 那 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年紀越小的人 他反而覺得LibreOffice很難用 很出乎意料對不對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會覺得說 年紀越小的人 他因為結束電腦資訊 的程度越大 他應該關係適應率越強 可是實力不然 雖然這個效果不是很明顯 可是你會發現 年紀越大他反而覺得 LibreOffice越好 比較好用 但也不會好用到多少 反而年紀越小 他反而越排斥 這是一個 我覺得 我看到這個統計的時候 我也是不太感想起 的一個現象 那可是我把多變量丟進來之後 年齡還是有效果 的確也真的是 剛剛我講的經歷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訓練就是這個訓練的部分 也還是有效果 可是感覺起來 年齡的這個影響 還是會稍微大的一點 可是我還是必須說 他不是一個很積極的統計 所以 不用參考這樣子 那第三個狀況說 我一定花更多時間 去UVBodges工作這個部分 你看跟剛剛前面這個 年齡越大的 反而比較願意 年齡越小 他越猛 他反而就覺得 這工作好煩 其實這部分是我們 在文官調查的時候 得到一個心態就是說 比較年輕的文官 他反而不太願意去遵守 就是他 一來說上有對策 下有這策 下有對策 那他這種配合的程度 也的確會稍微低一點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 這個文官行為跟 liber office之間 使用滿意度之間 其實你會發現他有一個 還滿巧妙的一個 學術我們說知識的一個交集 我覺得這部分其實還滿有趣的 那你還是看到基金年齡 還是占了算不明顯 可是還是會有一個 我打標紅色的地方 還不是一個滿有趣的 一個顯著的關係 雖然不是非常的 就是這個調查不是非常靠譜 那我想最後 可是對於各年一層之間 他使用 liber office跟微軟 office之間的差別 我想因為剛剛我們已經看到說 微軟 office還是比較佔上風 所以這個部分我就沒有再去做 這個多變樣的統計 因為其實做也沒有意義這樣子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重點 說第一個 年齡越大 對liber office接受度卻越高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 也觸不遺到的結果 那第二個 我覺得也是給Friendly 他雖然今天不在這邊 就是說 持續訓練應該能提高 使用者對liber office 部分面向的心理接受度 我講的部分面向是說 只有一部分 可是還是很多問題要處理 不是靠訊練 也不是靠說明會 就可以處理的問題 還是很多 所以 可是他沒有辦法 有效的改變 他覺得那個軟體很難用 主觀之處 他主觀還是覺得很難用 那 這也引起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今天國發會沒有 如果明年政府換屆 國發會沒有繼續推 liber office或ODF的這個政策化 這是很優點發生的 因為明年政府換屆的機率還蠻高的 雖然政府換屆未必代表 國發會就會把這個專案砍掉 因為其實對國發會來講 ODF政策其實還是比前瞻計畫 這個重要性還要第一大階級 他根本沒時間換這件事 可是我還是擔心說 那他會不會人亡正習 人亡正習就很可惜啦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努力的話 他的確都會走向人亡正習的這部分 我想 不用學過文官行為 我們也真的可以去承認有這個 這個疑慮 那最後我還是講說 因為樣本書不夠 除了代表性不足 他還有一個原因 我沒有寫在上面 我被要搞的寫就是說 我問了太多問卷題下 原因 倒也不是因為我問得很輕 而是說 我們在調查之前 真的也不知道會是怎麼辦 所以我們把各種可能的選項都丟了上去 所以他的問卷就變得很揉揉的 甚至那整個問卷如果加起來 大概有70塊60題吧 那這樣太長了 其實對公務人員來講 這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那就我們自己學方法來講 那也不是一個很好的問問題的方式 所以如果以後有人 他希望可以拿我這個問卷去做更多應用的話 或說我再重新發到別的機會的話 最好要做一些適度的修正這樣子 那我這個只是說去demo給大家一個說 如果我們要針對這個議題去做一個 比較有系統性的調查 說辦公務人員幹話 到底幹到什麼程度的話 我這個是給大家一個demo 但就是說 但demo的好不好 這個很多的因素 但就是給大家一個小示範 就是說可以這樣子做 他未必是一個最好的做法 那其他的部分 這個 剛剛其實大概都有講到 那這個部分說 他知不知道有ODF這個政策 還說他覺得他很無辜 平白無辜就 政府就有一個 不明明下廈 肯定去不到liber office 有些面向是有查的 他至少說 好啦我知道有這件事 我用還是快樂一點 或我至少願意推 稍微的願意推一點點 可是可以看到 願意推坑的程度 還是相當最便利 那可是他其實 他也不會真的因為 他比較快樂或什麼 他就去改變他使用 辦公室軟體的行為 那第二個部分也是同樣的 就是說 我有沒有參加說明會 其實除了這個 願意推坑人家的變化之外 其他影響很有限 包括他自己的使用行為 還是他自己的意願 還是說什麼 那如果我們的 我們的open source推動 只剩下你也沒有實際的話 那真的有可能就會 因為工部門其實是 跟一般使用者一樣 他是很實際的 他不好用 他就會自己跑掉 你如果強烈布施他的話 他就真的自己會跑掉 這樣子 那最後呢 有沒有這個 這個 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 我覺得他 如果你要進去推動DM的話 你一定要 好好去做教育訓練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我想是可以肯定的 可是教育訓練之後呢 你這邊 或是靠教育訓練 就可以處理的 他一定還是要靠一些政策工具 就是他不是一個 我說政策永遠沒有一個 力老有益的辦法 他一定也要再做很多很細緻的東西 那所以 最後我寫一個結論就是說 調查結果 他呈現好的訓練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個部分 其實還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就是說 Bible Office 如果我們自己都覺得他不好用 那我們又要怎麼去行銷 或推銷給別人 這是可以思考的第二點 那第三點就是說 其實這是自由軟體內部要去處理的 有問題就是說 我們當然不希望 Bible Office 是專業軟體 這樣不會辦法打TS 替代品而已 可是 我們還是知道說 使用者要的東西 跟我們想要給他的東西 其實還是有很大的落差 那這個部分要怎麼處理 是我們可以去反省的 那 那最後這這些就是說 必然是感謝我的指導老師 例如說 我自己狀況還不好 脾氣有點有點不太好這樣子 那 那 這個委婉取責 就是台下我們 背後我們可以來 我再分享給大家 這樣子 就是他其實那時候 忍受我很多不太好的情緒 就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我說 Friendly 因為 因為如果沒有Friendly的話 我就不會把我出去 那我想 這是第二部分 那 可是這個事情 就是如果我有任何寫錯資料 什麼的 那個最後還是要我自己來負責 這樣子 這個不能不爛給別人 那底下就是我 學術人理上 要行事給大家 就說我用了哪些文獻 還是要簡版的交代一下 那這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謝謝 有任何問題嗎 就是 你剛好提到說 為什麼在六都裡面 反而推行的沒有那麼快速或成功 那其實非常關鍵的就是取決於當地政府的裁員 那就我所知道有一個縣市 但我現在忘記是哪一個了 那他是全面推動Liber Office 主要是因為縣庫沒有錢 然後跟微軟版授權 所以說就是全線推 那另外一個 你另外一個comment 你一直提到說 為什麼就是年齡層比較高的公務員 他反而比較接受 那其實是 主要是他所需要文書處理軟體的功能 就我自己的觀察 就是說 你知道年輕的公務員 他可能在整個求學期間 那他對於微軟的 不然是Word 或Point 還有Excel 他是裡面所有的快期間的功能 是相對比較熟悉的 所以說他可以利用這些工具來 讓他的工作加快 那當他重新到Liber Office 這個軟體裡面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快速的去找到對應的功能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卡住了 那高 就是年紀比較長的公務員 因為他們在學習這些軟體的時候 他們可能已經就任公務員了 所以說他們學到的功能是很簡單的 就是Timing 然後按Enter鍵 那甚至他換行或是控兩格 他都是用控格鍵 就是用功能智慧方式去刻的 所以說他沒有辦法 他不會感覺到兩個軟體 他去接受新軟體其實就是 他只是需要一個分打的介面 他如果是就是說反正對你比較厚的 對 那所以說他對於他們可能接受度就會覺得沒差 他只是就是表頭藍色變成別的顏色這樣子而已 對 他一直蠻強調說台版的觀念其實要弄清楚 他就變成那種好笑的一個狀況 對 那所以我覺得在 也許你可以參考再討論一點 對 我想這是蠻現實的一個狀況 還有 因為現在時間有限 所以待會兒的話就可以來找這位講師來試想問問題 好 那好幾乎大家有待會兒時間的講 謝謝